澳门上月博彩收入按年升近5倍 好过市场预期 有业内人士预期 内地的疫情反复 可能拖累澳门博彩业的复苏步伐 由着澳门记者王维志报答 在劳动节假期大冻下 澳门5月博彩收入进一步上升 至大约104亿澳门元 按年增加4.9倍 按月升超过2.4倍 好过预期 但收入只是疫情前不足一半 头5个月累计博彩收入增加超过 2.8至近425亿澳门元 有业内人士预计 近期内地疫情反复 可能影响今个月博彩收入 但仍然看好暑假生意 我想疫情受控 市价档桥我都是想 有学者就预期 澳门博彩收入 明年也难以重返疫情前的水平 我要是下半年控制得比较好的话 没有太多的反复 我觉得前年能够有一个1000亿左右 下半年平均一个月100亿 已经是非常非常好 明年就开始有点低下 不可能恢复到疫情以前 疫情以前的60% 学者又预计 六个倒牌明年年终到期之前 澳门未必能完成修改法例 现有倒牌期限获会延长三年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我也没有 有 有 有